不但王后好寒酸,出席约旦国宴没有王冠,在欧洲王妃面前黯然失色 都说佩玛是全球最美王后,颜值得到大众的公认,笑容甚至可以融合诸风冰雪 这段时间王室大事件不断,佩玛王后也多次亮相国际公务,为我们传递了不少信号 约旦王室举行盛大的皇家婚礼,几乎所有王室都受到了邀请,不但自然也不例外 佩玛王后带着五公主,盛装亮相约旦国宴,但是依旧被群朝太寒酸 事实上,佩玛是妥妥的贵族女子,也是不单王室的外妻,身份尊贵令人羡慕 奈何不单是个妥妥的小国,由于财力极其有限,因此女眷们的制装费也少得可怜 从官方给出的公务照可以发现,不单一共只有两顶王冠,都有佩玛王后保管 五公主大婚的时候,王室定制了一顶新王冠,因为材质是容不免不了被嘲笑寒酸 细心的读者早就发现,不单王室的珠宝实在拿不出手 大部分材质都是珍珠、蜜蜡、水晶和玛瑙 坎色五颜六色,实则根本无法跟奢华的钻石相比,重要时刻也无法撑起门面 此次佩玛王后出席约旦王储的婚礼,一连更换了两套传统礼服 美则美以配饰却跟不上 别国王室女眷都穿金带银,王后们更是佩戴王冠 佩玛则只能靠美貌印证 出席晚宴的时候,按照王室传统女眷都要佩戴王冠 佩玛王后却是头顶空空,其中最耀眼的当属凯特王妃 头顶带安娜的珍珠类王冠,甚至抢走了新娘子的风头 不但王后以低调著称,上次亮相白金汉宫的时候 手势就很简单,这次更是直接头顶空空 从外媒发布的公务照可以看出,佩玛王后头上只有一条钻石链子 与其说是王冠更像是项链 很多网友纷纷表示,不但王室真是寒酸到了极点 这么多年来都没有钱定制几款王冠 导致佩玛王后每次出席公务的时候 都只能用发姑或者项链充当王冠 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 以前佩玛靠自己的盛世美颜 照样可以拔得头筹,甚至意外惊艳和好看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佩玛王后外形已经不占优势 没有华服和珠宝的加持,只能让外界看了笑话 为了挽回颜面,佩玛王后佩戴红宝石珠宝套装 总算是有些珠光宝气 但是当天的礼服是嫩粉色,不光跟自己的年龄不搭 而且跟珠宝也不搭,给人一种又徒又村的感觉 事实上佩玛王后并不时尚 以前仗着年轻貌美,再搭配上古典礼服 给人一种仙气飘飘的感觉 但是如今年岁渐长,佩玛还喜欢樱花粉礼服 足迹感也就扑面而来 如今佩玛王后人到中年,除了身材发肤严重之外 皮肤状态也大不如从前 最好是走气质路线,佩戴更加奢华和夸张的王冠 否则只能泯然众人瘾 不但王后跌落神坛,实在是令人惋惜不已 假如不但王室再大方一些,情况肯定截然不同 只可惜王室经费紧张 导致佩玛王后没有王冠 在一众欧洲王妃面前黯然失色 从现场的公务照也能看出 佩玛王后状态拘谨 甚至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欧洲王妃们都穿金带银 佩玛王后却只有美貌 气场瞬间弱了不少 瞬间显得有些暗淡无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